一開始的 大家好 我是HIGEN 今天要講的是 Assense TW 那之前叫做GLEB 那是政府計劃裡面的一個分箱計劃 那他的目的是說想要在網路上蒐集意見 然後討論並行2040的科技院級 那要怎麼影響那個政策規劃 實際上問的意見就是在座各位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科技社群就是空機票 所以他們不會覺得說 支持什麼科技社群在意的議題會獲得什麼樣的票員 所以我們的目標一是說 第一個是網路上的資訊非常順便的話 那大家的討論在Facebook上也非常的分散 所以你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有比較好的討論品質 那我們第一個目標是想要把 就是反駁的東西可以反駁到原文 所以要盡可能可以引用原文裡面的句子 那第二個目標是漸進吸引更多人參與科技政策規劃 那要怎麼做呢 就是第一件一開始必須要先讓你可以在網路上容易整理 就是大家的意見 最後去發表一些實際的論述 那最後是要跟實際的那個 實體活動的結尾像工廳會啊或遊行啊什麼的 或是甚至去擔任民間的委員 那你的實際的音量會從網路上在自己Facebook的po版 音量很小其實政府會很大 然後到最後你實際去擔任民間委員就音量比較大 那會希望透過就是每個社群裡面 會有一個人至少扮演一個協調者 這樣的角色 那我們現在的網站因為沒有付錢 所以被關掉了 還找不到怎麼把它完全開起來 好 那所以它是要做什麼 就是你要上就業平台之前 其實你要湊五千個 其實你的議題如果很冷門 你很難獲得大家複議 所以你一開始需要倡議 那倡議的時候你要整理一堆資料 然後去濃縮一些主要的論點 然後尋求負益 好 然後所以 那所以我們在上面就是做一些 讓你方便整理的東西 那最大問題是沒有公民 所以你必須要在上面做一些懶人包 那我們今天 現在已經可以整合城市規序的 我們今天需要做的事情是想要測試這個東西 有沒有 有對整理議題有沒有幫助 然後還有就是說 實際上有參與公民會議的人 那我想要做一些使用者訪談 然後我們也很想要找一個行銷的實習生 這樣